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是星期三晚 3月27日的直播 大家晚上好 大家好 星期三晚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做直播见面 是的 离牌了我们也要试一下麦克风 以防有朋友说没有声 与此同时你们也开大你们装置的声音 看看谁才是没有声音的 其实通常都不是我们 大家按大声 在出场前这十分钟就是搞声音 好了 我们现在先讲讲话题 今天就要讲几个主要的话题 第一就是说到昨天巴尔的摩大桥那件事 今天也有一些跟进 例如是什么呢 例如就是说到 在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所有的媒体 通常都是以美国媒体为主 他们的口径都很一致 怎样一致呢 有人就说 美国是全世界最自由的角度 因为他们的媒体够自由 但是如果大家从这件事去看的话 就会提出 美国四大的媒体 都分别用同一口径 同一语调 去讲述这件巴尔的摩大桥倒塌事件 如果再比较一条九两条一事件 来算 其实他们的口径都相当一致 看来当美国一发生事的时候 他们自己内部发生了事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无形之手 来统一他们的口径 就出同一样的新闻 说起这个无形之手 一会儿说到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 在网上 每个人都不断说这个无形之手 是来自中国 但是其实他们在说反话 那他们在说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 美国那边的群众 舆论说无形之手 现在美国的网上 全部人都说 控制荷里活 控制政治 控制两党 控制国策 甚至控制媒体 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呢 转头也和大家 他们其实在说一些暗幽默 不是讽刺中国的 不是踩我们的 不关我们的 转头是什么 告诉大家 跟着还有这个 其余的消息 刚才我们说到 他们的媒体 有一只无形之手 就控制着他们的 统一口径的文宣 但是 有一个人 可能就看漏了这些文宣 但是偏偏这个人 就是全美国最大的 那个 就是拜登 拜登 虽然很想配合 美国的大外宣 来宣传这件事 是没事的 而且是振奋人心 但是呢 他自己就说错话 拜登就说到 这条巴尔的摩的大桥 我经常都经过 周不时都经过 有时经过就搭车 有时就搭铁路经过 但是我们看了节目 尤其看了我们 昨天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已经很详细介绍过 巴尔的摩大桥 没有火车在上面走的 但是拜登坐的这辆火车 经过这条桥 又是什么来的呢 他又想了些什么 又记错了些什么 拜登住在哪里 拜登的老家 跟他经常都会回到 德拉华的地方 他整个家都在那里 其实也就是 这个巴尔的摩 巴尔的摩旁 所以他就 习无旁太 一定要说 那里我很熟悉 我地头 谁知道就搞出虎子 谁知道都没有那些东西 我们稍后也会说这件事 再之后 今天也是 比较多美国的新闻 就是说到 两天前 有一条片 我们还没说 就是说到 现在美国有一些网红 教你做地产霸权 为什么叫做地产霸权呢 因为这个所谓的美国网红 他教你的 是零元扣式的一个入侵 就是现在零元扣 就不需要 说买那些湿性的东西 这么简单的 而反而是霸住这些屋 他已经霸了七间了 不如我们转头看看 这个 所谓的美国网红 如何教你霸美国的屋 来到免费做到地产霸权 然后也有一件事 就是要讲讲的 就是我们两天前 就讲过南海那边 那南海那边的紧张情况 尤其我们之前给了一条片 大家看过 就关于这个菲律宾有关的 補级船隻 就被我们海警 就双线夹击 来到进行这个强力水炮的招呼 那今天有一条片 就我们剪辑了 就告诉大家 那辆船究竟它的内部是怎么样的 就是已经有一条 我们剪辑了的 那架被我们喷到它 破坏了的 就是我头顶这一架船 究竟现在的内部状况是怎么样的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转头 还有一件事 就是讲到这个直升机 就是我们的直升机 就将线厂铁线招的菲律宾人 就吹散了 我们也有一条片 就由菲律宾那些人拍的 究竟被强大的直升机气流 来到去吹那种感觉是怎么样的 转头就有他们第一身视角 所拍摄到的影片 告诉大家 究竟这班人 被我们的直白直升机 开行马力 来吹的时候 那个模样是怎么样的 这些片 很少会看得到的 转头也会带大家看一下 还有的就是 我们也都会去到讲一下 现在呢 在这个俄罗斯方面 就作出了一个警告了 在莫斯科那里 就有十几个购物中心 都收到爆发的客人威胁的讯息 那就搞到 气氛很紧张 其他意思是 有人打电话去购物中心 就说 我们接下来会爆你的购物中心 就是那些威胁 威胁的讯息 威胁电话 讯息 莫斯科和圣比德堡 都收到的 其中圣比德堡 拱狼购物中心 还要紧急疏散顾客 和工作人员 那看来呢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 那个战事的升级 是已经进行当中的了 还有呢 我们也都是 说一宗 未经证实 有待证实的消息 就是呢 好爆下的 就是这个呢 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呢 话说他一个星期前 就去这个机库出访 是秘密式出访来的 这个是 那 就到现在 都还未有人见到他的真人 即是未见到第一 影片见不到他 第二 更加不要说 在正式的场合见到他 只是有一些消息 就说他作为这个 白宫安全顾问 他很多事情做 他很多行程 就释出 但是都是文字的 是的 就没有任何人见过他的 截至一刻为止 他已经呢 大概是 消失了两个多星期的了 两个多星期不见人了 就有传 因为他外访机库的时候 所以知道 刚刚就是他过一个星期前 方向机库 而一个星期前呢 就是俄罗斯那边 有一大堆无人机 就往着机库 和那些水电设备的那些方向 就一直来进行 下雨式轟击 那又 也有可能呢 就 长雨 下落了他那里 所谓贵人出门 招风雨 嗯 搞到呢 现在说到 沙利文呢 有机会被这个导弹波及的 所以到现在呢 都未见到他的身影 那我们转头一定要讲讲这件事 还有的就是 美国有官员就指到了 中芯国际现在呢 就帮华为生产晶片的嘛 他就说到了 即使是 帮华为生产晶片 都是违反美国法律的 那看来呢 想连中芯国际都制裁了 那其实他都制裁了的了 但是想加大一些力度 那我们转头也会看一下这件事 还有的就是 关于这个 大耳电脑这个品牌呢 在中国的销量就大跌了44% 被哪个超越了呢 原来被华为超越了 华为的电脑 就超越了 那看来呢 有到不单止大耳 其他外国品牌的 连台省那些呢 都有不同程度的大跌幅 在这个内地市场来说 那个电脑 那所以呢 这些呢 都是一个讯号 我们转头也会看看 那么大概今天就会讲 这些话题 不过还有一单的 这单是笑料来的 都是上个礼拜还没说的 就是 法国名牌巴黎世家 就在巴黎时装展那里呢 就出了一款很受争议性的 手额 这款手额呢 相当贵的 就卖二万五千元的 暂时来说 那但是呢 如果大家懂得看的话 就看到呢 看来它是由一个封箱膠纸 接着呢 来到作为参考设计 好像我们呢 将个牛皮膠纸 带在手上这样的 装饰物来的而已 通常呢 经常做网购 执货 入货 包饰那些人呢 就看到他在办公室 周围走的时候 就带着手 甚至乎 带几件在手 可能有意思的 稍后一起分析一下 表示这个世界 进入这个网购平台 是的 那我们呢 就来到正式开始 讲一下我们的节目内容先 首先讲了 这个 什么好先呢 大耳电脑那件事先 讲大耳电脑 接着可能讲一下 那个制裁那个芯片 是的 那开始先 那现在显示到了 大耳电脑这个 美国品牌呢 就在中国的小量 大跌44% 就越来越没有人买了 根据到 数据显示 不单止是他的 例如是一些 韦普 甚至乎 联想 和华锡 这些台省品牌呢 他那个市占率 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联想的出货量 已经下跌了 19% 和去年同月相比 那 韦普呢 其实都是以 这个出货量排名第二 那他呢 都跌了2% 大耳更加惨了 这些地方 就是腰胆式的 一个季度里面 减了44%的出货量 华锡这个品牌 也都有24%的下滑幅度 反观呢 好像我们国产品牌 就是华为的电脑 就是我们现在抬头这一步 他 华为电脑 有多少%的增长呢 就有11%的增长 这个势头看来 就没有衰减的迹象 由于大耳 他自己 就 排名比较低些 一般来说 他都比较低些 现在来说 相比起 之前 头那几个品牌呢 第五名的位置 已经被 华为取代了大耳电脑 那现在呢 因为大耳又腰斩式 跌成44% 华为呢 就增加11% 在此消比奖下呢 华为就过了大耳电脑头 那就变了 现在我们内地里面来说 销售额呢 就排行第五的 就是这样了 这件事呢 为什么要特意报出来呢 因为在以往来说 尤其是 自从19年华为被制裁之后 不同程度的芯片呢 亦都受到很大的打击 那这样来说呢 你说我们第一时间 就联想起手机 这一件事 当然大受打击 但其实同样地呢 电脑也不好过的 虽然呢 电脑现在在 这个时代来说呢 就已经是 不是世人的焦点 因为呢 有些人都没有电脑的 甚至乎 但一定有手机的 甚至乎不止一部的 这样的时间呢 这个时间呢 电脑其实 它那个突破 完全呢 是不会低于手机那种突破性的 因为你想想一下 很简单 虽然电脑就大步很多 就比手机来说 就大步很多 你说如果要制裁它 一些比较 精细的芯片呢 它的影响性是 的确没有手机那么大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 因为之前呢 我们的电脑 很多的零部件 其实呢 都是这些外国货来的 例如那个闪传 或者那个硬盘 最多的就是那个CPU 那个中央处理器 基本上来说呢 虽然可能说 是我们自己的品牌 但是呢 里面的馅 大多数都是由到 外国的组件组成的 更加不要说到 好像显卡这些 基本上来说 最强的那些 都是比这个 英伟达就 垄断了 就没有其他的代替品 所以呢 千万不要看小 电脑这一样东西 好像说 现在都没有什么人用 或者怎么样 如果他要说 那个突破性来说呢 其实他有权 比手机更加难 现在手机也是说 那个CPU 可能就是 没有那么小纳米的晶片 就一时之间就代替不到 但是很多的组件 其实都是由中国生产 但是你反观电脑来说呢 这个市场 它一直都是比较滞后一些 所以呢 如果你说 要扎时之间 在几年内 要将我们本身 现在用的电脑 里面的所有组件 都换成了 各产品牌 其实是 比较困难的 现在呢 其实已经有个细头 就是虽然好像我 现在我抬头这一部电脑 那样算 它是华为的电脑 但是呢 好像是它的中央处理器 或者是 它的一些部件 都不是 我们现在本土的 就是我们大陆的 组件来的 但是那个细头呢 已经出现到开始代替的现象 起码是一些文书电脑 或者是一些中阶以下的电脑呢 现在如果你说要砌一部 全国产的部件的电脑呢 其实不是很难的 是砌不砌的意思 已经有了 但是如果去到很高阶那些 当然还有一个突破 我们要去做 所以接下来呢 其实跟手机一样 我们的电脑当然要追求的 都是全国产零部件的 甚至乎 在一个软件上面 就是例如 现在我们经常用到的 视窗系统 这些呢 都是想寻求一个 完全代替 来到去 取代 当然就不是说 我们要搞一套东西 跟世界隔绝 不是这样的意思 只不过是 一些重要的东西 是掌握回我们自己的手 即使好像华为 就是未来都有这个鸿蒙的第四代 就是完全是属于自家的架构 就不会再用回 之前跟安卓共用的那个架构 来做个底的 即使是这样也好 我相信 我相信 未来的华为电脑 应该都会有一个 他自己属于自己的系统 即不是说 一定全部用完 这个视窗系统 当然 他都会分几个版本的卖 但是呢 即使是自家 完全用到这个鸿蒙系统的电脑 我相信他依然是兼容到一些我们现在 传统用的软件 或者是跟这些这样的视窗机能够互通到的 这个是要过程的 所以现在排第五 就对了 到我们慢慢慢慢追上去的时候 就慢慢第四 第三第二 最终呢 都是要我们的国产电脑排回第一第二第三的 就来取代这些由到外国原组件所制成的外国品牌 就才是上策来的 那我们就看完这单之后就讲下一单 关于这个中芯 来帮华为生产晶片 都说有机会违反美国法律 就是这个美国的负责工业与安全的 美国商务部的次部长 他就说如果中芯国际是要帮华为来制造芯片的话 就会犯了美国那边的法律 就是如果我帮格仔煮早餐 我也都犯了美国的法律 他就说到了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华为呢就并不生产芯片的 可能大家有点搞错了 华为旗下的海丝公司 他只是负责设计芯片的 一直都是的 华为一直都没有说去生产芯片的 都是设计芯片的 因为他以前的代工呢 就是给了台积电做的嘛 又到华为旗下的海丝 设计了一个方案之后呢 就扔给这个台省的TSM 就给他生产 就给台积电生产 一向都是这样的了 但是自从这个台积电 又变成美积电之后呢 也都有制裁之后呢 这个故事又没有了 所以未来 唯有解决的就是 给我们内地的芯片生产商 你制造这些芯片 那当然首选就是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 其实呢 他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制裁的了 但是那个力度 当然就没有去到 好像华为那么针对性的 因为 为什么说不是那么针对性 因为现在 美国所制裁到的芯片领域 是全方位的嘛 就不是说针对一间公司的嘛 例如不让这个钢克基来到进入中国 不让荷兰那边卖给我们 其实就是那个大方向来的 所以 现在他们就说 哇你华为帮这个 你中芯帮这个华为生产芯片 其实呢 都是违反美国法律的 这句说话出来之后呢 我相信 美国接下来就会做一些 再针对中芯国际这间公司 来到作出制裁行动的 那进一步的制裁行动 会涉及些什么呢 虽然知道 好像技术的转移 傾狼相授 不让 光刻机和零部件不让交易 那他还可以怎么样制裁中芯国际 因为全部都做完了 而好笑在他们今次这个法律理据呢 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合作都反了美国的法律 他们说因为中芯国际是和这个荷兰的ASML 打龙通 就拿了荷兰的光刻机和荷兰的技术 来做芯片 来帮华为 所以就犯了美国的法律 这样说 那不如我们又看看 ASML那里怎么看 话说去年九月 理应去年九月开始 美国是威逼 ASML 不可以再买光刻机给中国 甚至在年尾 就是说到全方位 所有这个世界的芯片联盟 是连低级的DUV 就是大的芯片 7纳米 14纳米 28纳米 都不可以和中国有任何技术和设备的交易 但是今年却录得 有个消息出来 理应2024年 就完全是断了来往 但是不是 中国在今年2024年 现在就将近四月 头这几个月 来自荷兰入了32部光刻机 破了同年的 记录 即是比往年 头这四个月 那个 由荷兰进口 进入的货 比往年更多了 涉及的省有九个省 是由荷兰那边刮黑机 上海、北京、山东、四川、广东省等等 虽然去年六月就说宣布要禁令 九月就开始执行 九月之后荷兰那边就说如果有许可证 和政府申请了的话都还可以做 但是去年的年尾 就是连低级的光刻机 都不能卖给中国 要全方位封杀 但是很好笑在 所有东西应该在2024年1月1日 要全面执行的时候 但是却起头这几个月 中国买荷兰的光刻机 是史无前例这么多 即使荷兰那边是加了价 中国都照卖 所以大家都happy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ASML可能真的 这篇新闻就是和观众说 看来美国的大权 美国作为芯片大佬的钳制 开始失去它的威信 很多人在玩洋奉阴违 很多人觉得洋奉阴违 可能就觉得 就算我今天不听你说得罪了你 你明天说要罚我 你到了那天才算 政治的东西一天都嫌多 他们很搞笑的 美国之所以这么生气 就是因为和我们抬头这部电话有关 因为他特别提到 为什么在这么大量的制裁下 中国还搞到一些7纳米晶片 用在手机上 然后还有 那个量不低的 所生产出来的7纳米晶片 现在我们都知道 华为除了这个Made60 这一系列的机之外 还有其他的那些机 就是在这部之后的那些机 无论大大小小的也好 那部接机也好 或者再高级的那一部也好 都是用着这个技术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 他们就百事不得其解 为什么在这么大量的制裁下 都可以生产这些7纳米晶片 就搞不清楚 所以现在很生气 随便要找些东西来制裁下 来发洩才能够洩到心头大痕 还有最重要是什么 好像我们上次报导过 我们两个星期前报导过 好像三纳米都出来了 对了 现在有人说就是 未来下一代的华为电话 他所使用的芯片是3纳米 也有人说 应该就没那么厉害 5纳米而已 但是估论怎样都好 3纳米也好 5纳米也好 都是比我们现在 最初用的这部Made60台的电话 7纳米是先进的 这件事更加刺激了美国 喂 我现在制裁不成 眼睛看着他还要越来越进步 这些芯片不是说你纯粹生产一两块 那就算了 是大规模商用的 那就是证实我的制裁没力 所以他们现在很生气 就搞这些事情出来 由商务部那边 来到警告中心 我们要制裁你的了 这样说 正如我们自己所说 其实中心国际有什么 要依赖你美国 你制裁就制裁 那这些事情 真的是武力的制裁 不是打那个武力 是没有力量的武力 有心武力的武力 是的 好像拜老头那样 是的 真的武力的 这些说来都浪费 就是等同乌克兰制裁人 那我们先讲讲下一单 就是说到这个美国网红教人做这个霸楼做地产霸权的这一单 美国就出名 现在就是零元购 冲入这个超级市场 百货公司买东西 还可以不用付钱 说就说抢的货 只要不超过950美元 就可以以这个极度轻判 甚至可以不用收监 但是其实很多人现在抢开一条人 去到苹果店狂抢电话 去到百货公司狂抢手袋 这种东西 已经是层出不穷 已经变成了他们周末的消遣 现在原来连房子都可以宁愿购 真的想不到 以我们一般正常人的认知 你要得到一层房 当然就是买的 再不是就租的 原来这个世界除了买和租 还有得霸 虽然在以前的年代来计 是有得叫做霸 但是现在你什么世纪 还可以霸 这个人告诉你 这个拍片网红 美国的霸楼网红 霸是故知然有 还要不止霸一间 是要霸够七间 让我告诉你 一间哪一间 要七间 我的发达之路是怎样的 被誉为新一代的双战片的主角 可能以他作为蓝本 一般这些双战片的主角 都是透过自己发奋图强 然后过五关斩六仗 由金融地产拎起 拎到风山水起 但是这个人告诉你 需要什么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 现在来说 好像我一样 就玩四个字 哪四个字 就是着巢枸佔 这样就可以了 着巢枸佔 真是枸佔 这个运作 这个运作 到底是用什么手法 和有什么法律依规 就是利用美国这个 这个法律的套图 就是有一样东西 如果一间房屋荒废了很久 没有人住也没有人认头的话 那如果你在里面住了 再做大量的 在里面都住了很久 有儿有女 开枝散业的证据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一个叫做所谓的 我们香港都有类似的法例 就是叫做 逆权侵占 是的 但是有些不同的 美国 我知道大家 有些网友就来自于美国 但是当然 美国每个州都有不同的法律 你们可以将你们所知的 在这个留言里告诉我们 那我们继续讲一下这件事 他究竟怎样教人 着巢交战 这个人告诉你们 没错 的而且确 他和香港都是有些类似 有些逆权侵占 但是 美国 根据到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他就说 其实他有一个漏洞 这个漏洞 因为这个漏洞 就是 只需要你入侵一些 已经是 就是不要说人去留空 只不过这个人 就是这个业主 当这个 这家屋 这样算 这个人 当去了 乌克兰旅行 你知道 现在乌克兰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当这个人 业主 就去了乌克兰那边 玩玩拜登的儿子 那些东西 去了30天 这样算 30天 而已 他就趁着这个时间 一出去的时候 就是那个人 一出去旅行的时候 他就入侵 只需要 他说 在这家屋 住满30天 就可以来申请 把这家屋 成为占有者 霸掉他了 这样 30天 也可以做 30天 就够了 根据他的说法 有攻略的 是的 他说 他自己 和一些 所谓的非洲朋友 因为他是来自非洲 他不是委内瑞拉吗 他说 他和他的非洲朋友 就已经成功佔领了七间屋 而且呢 他就拍了影片 教大家如何佔领 这条影片 暂时来说 就下了架 因为受到很大的争议 也有一些人 就是有些业主 为面有这些人霸霸他们的家 所以搞到怎么样呢 搞到 直接去旅行也不敢去那么久了 怕被那些脚巢勾佔者 就来到去霸家 所以 哇 大哥 我们有逆权侵佔 但是年份很长 很长 而且真的联络不了业主 业主也可能走了 没有东西交下 这样 现在夸张到怎么样呢 一旦 这些被发现了佔领的业主 糟了 我的房子被人佔领了 怎么办 打算打去报警 赶那些人走 或者他自己 亲自去到家里 赶那些人走 报警 反而 就被当地的警方 驱逐他回头 即驱逐业主回头 叫他走 别人的这间屋 你没权了 因为你被人佔领了30天 所以这个人是有权 对这间屋来到去 申请佔屋者的权利 一切就进入法律程序 就请你业主也好 你要先走了 你没权再留在这里 这样说 这些是有问题的法律 完全是想不到 为什么理据在哪里 为什么要立31 这个日子明明是太短了 是不是 你说30年 就说 会不会是一些 可能很久很久 不知道 流传了几十年前 之前没有完善的法例 也没有人问 没有人理 所以去到现代 如果美国有个叫做 女子选择留不留肿的这个法例 是说的都是60年代70年代的法例 完全是不贴合时宜的 所以去到现代的时候 一会儿没有人修订 没有人来说 那就不小心被人利用了 出了事之后 才知道可能要处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如果他说 现在这个法律 纳出了来 可以被人这样占的话 其实也有办法拆的 我只要把那间屋 譬如我和你是一家人 我家屋我去旅行 你占我30天 你可以据为己有的话 我先用一些法律程序 把那间屋按了给你 当你成为业主的时候 你揹起那间屋的负债 我家屋可能值50万 但我家屋的负债可能100万 你占了我家屋 你还欠我的亲戚50万 是 如果那间屋 是这样的 那他霸的时候会不会 因为他霸的时候 有机会 我们当然不知道 有机会 如果你想做这些事情的时间 譬如家案或者怎么样的时间 可能别人银行那方面 都会说 你不是业主了 是这样 就是等于贴了一个 stamp在旁边 做一个remark 现在这间屋 已经进入了法律程序 所以一切来说 就不可以再做 要停的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好像你加按 或者怎么样 你按完之后 你有记录 你再按 你会看到的 类似这样 那当然 这个人的攻略 暂时来说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急试试 因为可能真的催不上 再顺带一提 就是这个人教了那个攻略 看TikTok 大家现在没得看 可能这个人拍片的时候 就被称之为 美国版的叶榮 然后他看着一排村屋 这个就是我的翻身之作 公平吗? 他说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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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人霸市地 那间屋都不住 平时好日都不回来 但是他又霸这么多屋 我们又没有屋住 公平吗? 公平吗? 你问一下外面我的非洲兄弟 他们想要一间普普通通的屋 是 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些屋 因为他们有钱都玩他们 所以我们要把他们的屋 所以他就变成了 这个 美国的TikTok 地产网红 变成了 变成了地产网红 又是光头 不是 我有头发的 所以大家都要想清楚 因为很多人 尤其是之前 都会投资美国的地产 但是你个人不在美国 大部分都不在 如果我说香港人 投资美国地产 那些 那你个人实不在美国 对不对 不要投资美国地产 所以就是 即是他有这样的法律风险 但是你投资它的时候 你往往就觉得 以香港人的心态去想 是不是心想 喂大哥 我的家屋叼空30天 你怎会想到被人占了 然后还说 可以跟你 即分分钟你的家屋都没有卖 对不对 我想这个真的是法律不完事 即是可能那些落后法律 落后地区 那些不完善的法律 一直都没有人处理 那大家相安无事 到出了事之后 现在才知道 因为呢 美国的零元扣 不是一件这么简单的事 美国的零元扣 是来自 因为美国人呢 经济差 那些人不买东西 那 那 为了带动经济呢 就是凹 凹 凹会有什么效果呢 第一 你凹货的时候 它凹完之后 它就会将那些货 半价 或者打折 在网上买 那正在制造经济流转 另外呢 凹了那些 那些店铺 你会觉得很惨 那店铺可以claim保险 那保险 就将这些又会变成坏账 又或者变成法律层面争拗的东西 坏账又输出海外 其实整件事是一件 另类的经济运行 零元扣这件事 我听过 共和党那边的人这么说 他们谴责这件事 说为美国制造很多 就是乱来的坏账 还有鼓吹了 就是为什么要纵容那些移民进来 美国 就是民主党那边 就是要纵容他们套东西 套东西就等于消费 就是套东西就等于 我这头套了这些东西 我又出去卖 其实不是经济也是在流转 对他们来说 很深 我认为是涉及 金融 我认为涉及一些 就是正账 坏账 那些东西的操作 遲些可能美国的店铺 不是聘请那些普通员工 聘请粒东西的员工 就是穿自己的桂桶底 对 还有美国的私营监仓 就是等于你当它私营监仓 其实就是等于工厂 是可以有生产的 监仓还会上市 美国 就是会接单做生产 上市 有不能放假的 没有 因为澳洲那些是放假的 澳洲是全世界 诚教系统最好的地方 美国是全世界 诚教系统最暴力的地方 是啊 这个是真的 坐累了 可以休息一个星期 那些好像三星酒店那些 澳洲的房间有电视 又舒服 又上网 高床暖枕 又上网 又有空见老婆 一个星期可以见一次 真正正的夫妻 可能一个星期都没有走过一次 这个发生的地点 就是说这个八楼网红 所发生的这些事件的地点 就在俄厦俄州那里 那里来说 我相信都很难有我们的听众在那里 就是比较大的城市 就是克里夫兰这些 现在这个所发生到的城市 位置就是这个哥伦布市 哥伦布也是习惯的 所以来说 暂时还没有朋友 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州份 是不是真的存在着 一些这样的法律漏洞 他不止说这个州份 有法律漏洞 他好像说 纽约州那边 都有类似相关的 法律漏洞 所以你真的有时候 你怎么知道原来美国的例子 是这样的 是不是 这个就是一个国家 他们用联邦制度的 漏洞 漏洞的地方 好像我们中国那样 你去到哪一个省 基本上 大致的法律 你都是跟国家法律 都是差不多 没有太大分别 他这些真的是各处乡村 各处例 还有之前那些人 经常吹风 尤其那些 那些黄友 那些 频道 他们经常都说 周围买楼 要去买完英国楼 不如买完美国楼 因为说到 美国的楼很便宜 很划算 例如好像 这里上面那些 看上表面的 房子那样 哇 你看看 一百万都不用 多划算 这样 譬如几万美元 或者有些 其实我找到一些更便宜的 有些不用钱 有些零元的 即是一元美元 象征式那些 送给你的 多数那些楼在哪里 例如在底特律 那些 那些 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便宜 现在是底特律 因为它的汽车工业都没有了 其实Detroit也好 那些 Ohio Ohio 出名 就偏远 他们 就在隔离 叫做隔离州 但是 底特律 我们看的那些片 尤其近郊少少那些 是没有人住 变了鬼城 就算送一间楼给你 因为美国自己本身都有地租 即是会收地租 那你的楼 是的 零元给你 你又租不到出去 那些楼又不值钱了 那些楼又不值钱了 给美国政府 对了 你还要给地租 所以送给你都没有用 那些楼 更何况你说 当然那些 吹风说买美国楼 可能买抵特律楼 那些 都是骗人的 根本他都不值钱 接着那些人就说 你看看 2万美金 3万美金 就买到一间 譬如港元20多万 其实可能也不用钱 那间楼 同样的情况 应该和英国的情况差不多 那些破产城市 又是那些欺骗黄人 去买房子 买房子 其实那些房子 根本就不用钱 你住进去 比你买 哪有这么大只夹 随街条 是不是 老实说 好像你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你买房子 最重要是看地段 你试试去纽约 最高级的地方 买房子 会不会有这个价 没可能 是不是 他们那些心态 就觉得人家那些 就永远都很美好的 所以很多便宜的东西 等他们收拾 其实就滑个桶 就被人滑 我们再说下一单 有些地方真的有房子 没命住 例如我们稍后也说到的 巴尔的摩 巴尔的摩很棒 这个城市 我们越找越多东西 美国那里就是 你偏远 郊区 三四线 那些地方 屋大 虽然那些屋地不值钱 但可能也叫做铃鱼花香 远离人烟 那没什么麻烦 你城市那些楼贵 但是城市有多麻烦 城市有多人 那些行屍走肉 就是拍完药物 或者堵到最一堆 都是丧尸 到处走 到处都是社会问题 和猖狂的犯法事件 那还有人乱吐 在美国 是啊 所以很危险 什么叫有房子 没命住 不是开玩笑 那现在就先说一件轻松的事情 因为待会的话题就比较严肃一点 就是说到关于这个巴黎世家新出的艺术品 所谓艺术的东西 你懂得条铁吗 这句话就皆知项文 可能我们真的不太懂 最近这个巴黎世家 就出了一款Faction 做了一款Faction东西 这个就是最新的手额 2024年春天大热的大热产品 就是这一款牛皮胶纸手额 大家猜一下 都不用猜了 因为写了 价钱是多少呢 就是25,000元港币 3000多元 3000欧元 是用什么材料来做的呢 手额 莫非 纯粹是硬胶 莫非它真的是 用胶 一个特别的物料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正常来说 真的没有理由是一块牛皮胶纸 外国企业会懒是自己有环保意识 用一些循环再做别人用过的胶 是的 真的没错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只不过是一块硬胶胶 他就卖 刚才说了 25,000元 这条片也是封存了 这块硬胶胶 也在TikTok上封存 就有千多万的人看过这条片 已经 说 喂 给25,000元 买块牛皮胶纸 带在你的手上 很多人都问 你究竟会不会真的付出这块钱 他这个产品 没有故事 其实巴黎世嘉推出这块胶 他的市场很失败 他的宣传 为什么 我是巴黎世嘉市场 这些东西当然要找到信封一起做 Cross Over 然后请信封的快递员 来做这块胶的代言人 叫做 我出这块胶是为了什么呢 纪念那些辛苦劳动的快递员 劳动者 是的 让每一个快递员都有个装饰品 那你有个故事 你的东西就卖得肉 起码在中国卖得肉 真的卖得肉 这个法国那边用什么UPS 还是DHL 有什么我都不知道 应该是这样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Cross Over版 那如果你说你在美国卖 你就和这个UPS DHL 那些 来到去合作一下 UPS 应该是 阿尼世嘉 看来今次 那些网民就说 这个是一个绝佳的 一个叫做2024年的社会实验 就是在牌子面前 有没有人真的愚蠢 会不会买这个东西 就是人的这个 吹捧牌子的心理 社会心理的测试 社会心理测试 这是社会心理测试 我自己对巴林世嘉 这个牌子 有没有什么兴趣 不过我知道那些丝物 还可以 对吗 这个问题 那些应该全部是假的 假的 不上去的 是的 这个 最近其实很多法国和意大利牌子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很喜欢把牌子 出一些手袋 配色 跟我们平时的物件 例如他们出的手袋 是跟他们的纸袋 你平时去一家名店买东西 可能 牛皮纸袋 那个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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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个新建议给他 一于就cost over 你讲开袋 接下来就出一个巴黎世界的胶袋 我们小时候玩过 就是用某间超级市场的胶袋 在下面挖了个孔 然后穿在身上 其实穿得到的 白佳 以前白佳胶袋 鸡腩那么大字写着白佳两个字 你远看有人穿着PK衣服 其实是胶袋 在身上 我们小时候玩过 还一起烧饭吃 十几个人穿着胶袋 这么环保 可以现在还说 我们现在要废物利用 来到高大一点 就和某环保组织 推出了巴黎世界回收的胶袋 接下来就写巴黎世界可以穿100年 因为胶袋要一百年才能分解到 穿在身上 又卖三万元 你额也卖二万五 衣服也要三皮 但其实就是烂胶袋 最多分尺寸 胶袋 你今天忘了呼吁 呼吁什么 你的资讯 不用呼吁 已经爆了 对 接下来就北疆 6月 行程就到了 即是行程快到 告诉大家 因为5月南疆就已经爆满了 所以就没有呼吁了 好 我们就来说一些重口味新闻 开始 先讲讲桥还是俄罗斯 现在我们有三个主要要讲的题目 第一个就是俄罗斯那边 和沙利文 沙利文和美国桥一起讲 第二个就是那条桥 应该这么说 进一步消息 第三个就是南海那边 那我们不如 先讲这个巴尔的摩的大桥 接着就先讲俄罗斯那边 还是怎样 先讲俄罗斯 先讲俄罗斯也可以 现在来说正如我们所说 局势有升级的现象 自从普京先生说 就是经过这个歌剧院这个突击 有一百多十人离去了之后 24号全国也都哀悼 正式将此事情提升到全面的战事的状态 而我也都为大家分析了 即使为报复也好 为回应北约和美国在背后指示的突击 甚至是普京先生自己 这个政治生涯里面 要将这个乌克兰 其实就不是只是乌克兰 在这个战事里面能够 连同北约和美国一起赢到 在这场战事里面 各种理由 为公为私下他都要全面开战 那很多人就说 说说刺激那些 阴谋了些 谁知道 我们说时迟那时快 现在 即是我们说了 战事就是海洛空三军 甚至对大型的城市 主要的城市 都会遭殃 因为有情报的滲透 甚至是黑人的突击 现在真的来了 首先我们要看一件事 就是说到 现在俄罗斯方面 就接到一些恐吓 什么恐吓呢 就是有十几个商场 都收到一些客人的通知 说会攻击他们 当中由 这个莫斯科和圣比德堡为主 在圣比德堡的其中一个商场 还要紧急疏散 因为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我们这件事 就已经很清楚看到了 我们CCTV4 已经卖了 即是我们的央视 已经把这个消息 报了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现在不论如何都好 因为我们之前预测过 乌仔在正规的战事 就不够俄罗斯来的了 因为直接在败退 但是如果你说 他要做一些 黑人主义的活动 好像之前莫斯科那件事 他是绰绰有余的 因为他那个渗透性 是高的 渗透在俄罗斯的力量是强的 加上他是受过这个中情A局的训练 他们的特工 还有有这个老美作为 在背后的那个体系支持 所以来说 他是有这样的力量 去做这些事情 这个是他的还击手段 就不同 俄罗斯现在 俄罗斯现在这边 自从这个莫斯科的那个客人主义 襲击发生了之后 你会见到明显地这一两天 那个攻势是强了很多的 例如是什么呢 例如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件 就是俄罗斯已经正式动用了去第二款 是第二款的高超音速補器 来到攻击这个基库 首都基库 那动用了些什么呢 其实就是动用了一款叫做 高石的导弹 来到攻击这个基库 那之前呢 我听过 但是就好像没见过 他怎么用过 怎么用过 就是之前真的没用过 所以现在突破了 这个限制 由于之前 他们也是叫做 这个特别军事行动 所以他们的守则来说 都有级数之分 可能武器用到这个级数 就不会再上升了 但是现在不同 现在是反这个 反恐 这些字要小心一点 反派人主义 反派人主义 一旦进入了反派人主义的领域 其实俄罗斯也好 美国也好 都是无上限的 他的动作会 即是会不断的升级 那我们现在就找一找 这个高石的导弹的资料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昨天也报道了 就是这个克里姆龙公发言人 扎哈罗娃 就是指着美国说 你敢说 只是这个S集团 在背后插了一件事 敢说真的 不会在以后的日子 会查得出是乌克兰和你们有关 结果不只是扎哈罗娃说了 最新的消息 连普京先生都跑了出来 说一样的语调 就是说 今次这个不幸 戈奇院的事件 就是 说就说 那些医教的刺激分子做 但是这个刺激分子 是美国在背后背书 还有乌克兰帮他开脑 也都和扎哈罗娃说一样的事情 就是以这个总统的身份 虽然他是重复 但是总统的身份说 那个重要程度 那个紧张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也都在这里指 美国试图将这件事 想和乌克兰撇清关系 想将这些东西 全推到医教刺激分子那里 但是 普京说 但是呢 你骗不了我的 也骗不了世界上 眼光雪亮的人 试问今时今日 有哪个人相信 如果 莫斯科有什么事 甚至比德堡有什么事 是和美国无关呢 诶 怎么走得掉 你当普京傻的吗 普京已经说明了 他要惩罚 躲在背后 那些 由美国做 所谓的 支持人的污仔的势力 他说要剷除他 还有呢 他们已经说了 说到 一定这件事 不是说 你随便推出一个 意识组织 出来就当是 那就当是 是的 首先 这件事一定是 那些 S组织 和俄罗斯 大家都没有两句 怎么会突击它 全世界都知道 现在在战事状态 在乌克兰 只不过是掩饰 其实背后整个北约和俄罗斯在砌 当然是北约 现在 就是 就算 你查不到 他们没有证据 是北约和美国在背后主持 乌克兰在背后 来承传这件事也好 就当你不幸 所谓江湖规矩 我这么难得才找到一个理由 来到全面和乌克兰开战 是吧 你叫我现在跟你说道义 嗯 是的 也顺便说一下 关于乌克兰的反击 他只会 将来做一些客人主义的活动为主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 就是 他没有可能在正常战场环境下 对俄罗斯做到什么 你现在看到双方之间说 俄罗斯已经出动到高石导弹 之前没有出过 是第二款高持坑速武器 有多厉害我都想问一下你 之前那一款叫匕首 我们经常说到匕首 可能不算是太正式的高持坑速武器 因为它的末端速度比较慢一点 那高石导弹 我们看俄罗的武器要这么看 它的纸面数据 就像现在这个 就由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布的 来说我们一定要打折头 因为一向都是这样的 其实如果大家知道俄罗斯一贯的做法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它声称这个最大的航程就1000公里 最大的速度就有10,000公里 一小时 那起码来说 我觉得都要打回六折 就是它一万公里就肯定吹大了 还有1000公里的射程 我就有点怀疑 那跟之前的匕首有什么不同呢 这一款导弹 其实它是在高签速武器来说 就属于是一个叫做 这一粒不米 是 和那个伊伊斯喊得意 是的 你真的 这些图子稍微一点点偏差 你即时就出现出来 就是证明你不是独高 你当然不是独高 大佬 这些东西一向都知道 还有你说得出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在导弹实力上 也有点报大数 那证明我们不是盲撑 一向都不是盲撑 有那一句说那一句 那高石导弹其实是利害之处在于什么呢 其实它是传动式的高超音速武器来的 意思就是说 由发射到目标的那一刻 它是不需要透过滑翔 它没有进入滑翔阶段 即是说 它全程都是靠自身的动力系统 它里面装了一个发动机 是能够全程以高超音速的姿态 即是不要说全程 起码九成的行程里面 都是以它自己本身的发动机 来将这颗导弹调到高超音速的 那个利害之处就在于这样 即是它本身设计的计算里面 整个导弹里面的燃料 是够它自己本身去使用 全程去使用 因为它很厉害的地方 就在于这些超延的冲压发动机 现在我们高超音速导弹分两种 好像东风十七那样计算 即是我们中国东风十七 它是采取着滑翔的动力为主 即是不需要靠自身里面装了一个发动机 那就会比较在这个大气层内外之间进出 虽然有些报道就说它没有出过大气层 来做这些高超音速的机动和滑翔动作 是会透过那个水漂式的原理来帮助力 但是这一款是不同的 这一款就好像一些传统导弹那样 因为你要做到在大气层内 全程高超音速其实是 在现在的我们用的那些发动机 是做不到的 因为你在大气层里面 为什么它调到高超音速 就是因为可能它有一些阶段 在一些空气很稀薄的地方 甚至乎出了大气层一点点 才能调到高超音速 但是这款高石的利害之处就在于 它全程都是大气层里面的 即是好像我们普通的导弹那样 但是它的发动机有能力调到高超音速 它的利害之处就在于这样 也是现在来说 全世界第一款进入到现役 甚至乎实践 因为它出卖了 的一款 靠着自身力动力来到去高超 作出高超音速巡航的导弹来的 就是全世界第一款 那这个也无可置疑 不过又这么说 你说我们中国有没有这些技术呢 当然是有 是不是 还要告诉大家 当中国公布 属于有自己的同款武器的时间 导弹呢 它那个实力 即是真实实力 不是指面实力 是一定会比高超音速导弹的 一定会比高超音速导弹的 不过 你也不要小看高超音速导弹 它也很厉害的 因为要全程 来到去 作出高超音速 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 那乌仔说呢 这两枚高石 射了过去 变了神石 他说他自己拦截了 这个就是笑料来的 因为他所公布到的那一款 即那些相片 其实呢 就很差很流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有照片看的话 就会知道了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所公布到击落的 那个高石的那个导弹 他竟然有些外露的螺丝 拍到出来给人看 试问一款 刚才我都说过了 要在全程内大气层里面 进行高超音速巡航的巡航导弹 他怎么会有些螺丝突出来 是没有可能的 这件事 他比起 不要说超音速 是高超音速来的 在这么快的环境下 和空气接触的摩擦面 这么厉害的时候 怎么会有螺丝可以突出来 是吧 根本你 其实你想像乌仔 是一个超级造假大角 就可以了 即是在文宣上 其实他在玩那些 好像菲律宾仔玩那些 那样而已 没有东西是真的 那些摆拍东西 是啊 你问他摆拍什么 他就最厉害 还有大家有没有留意 平时我们打飞机 飞机的接触位都不会是螺丝的 因为要上到空气稀薄的地方 都是会用窝钉的 在这么慢的环境下 我们客机都是飞音速0.8倍的速度 这么慢 这枝导弹 就算我们帮它打折 至少都过音速5倍 即是6千多公里一个小时的速度 而且比起我们自己搭的客机 900多公里一小时的速度 快N这样多倍 如果你都说 是我们击落了那个残骑 有这个螺丝钉凸出来的 喂 你不要搞笑 根本就是那班道具组 我们叫做 他们都是那班道具组 因为达联斯的拍戏出身 是啊 他一定有一班班底去用开 这个说笑而已 这个就很急的就做了一款 就是那些假残骑 就照着这个样子来打折 来去做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高石的能力 去到哪里 我可以开一集再说 这一集叫大家浅谈一下 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 战士已经是很明显升了级 也都看到俄罗斯针对着基库 守到基库 来到去作出针对性打击 以往真的没有的嘛 你都看到了 甚至乎不排除 未来为了反客人主义 无限地升级的时候 来到攻击一些重要的基库的一些政府设施 甚至乎不排除 把连司机的斗都起了 都不奇怪 现在他没有上限 绝对会 烏东已经立了 那如果这个战事都蔓延到污中的话 那就顺便要买 要不然就只响它就没意思 所以对乌克兰来说 若然在我们叫常规战场上面 是搞俄罗斯不行的话 起码在非常规战场 即是渗透、情报、客人突击 这些一定要做足 而这些也是情报界的 看家本领 美国情报界看家本领 那些美国养埋了一大堆 那些医教刺激组织 就是要来做这些事情 那俄罗斯其实 环境都挺恶劣 所以知道地球就分两遍 我们东方这边就没什么 西方那边可以这么说 所有强国、北弱国家 都跟俄罗斯来打 其实一个打十个 不止十个 二十个 北弱国家都不止二十个 我都替俄罗斯总统普京担心 所以你说真的可以 把俄罗斯手都固约金汤 在里面什么事都没有 是没可能的 所以现在就有这个 莫斯科和圣彼得保 传出多项的客人突击的消息 人都要紧急疏散 总会有爆发的 我很担心 他搞了一宗 就是搞了一宗 摩斯科音乐厅的事件 要知道他会不会搞了一宗 看美国对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 美国公民 或者那些旅游警示 就会知道了 而现在是全面叫人 没什么事就不要留起那个国家 因为我们要爆他 都是由令我想起那件事 即是说到有人劝也不听 都要搞我了 像莫斯科 圣彼得保旅行 那些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今天我们看回刚才的报道 刚刚入北约国家的芬兰和瑞典 芬兰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在这个情报 互换甚至是情报人员训练的基地 在多项北欧那边的情报工作 芬兰都和美国是合作无间 所以如果你说芬兰和俄国的边境那边安不安全 就不用说了 这个报道 咦 没有了央视替台的logo 有没有沿途 是的 我抄给大家看 其实央视都说得很清楚 现在你去莫斯科也好 职比德堡也好 都是有个危险性在 有些人为了赚钱 就不管了 你鬼他有没有危险 那些人都不知道 你看到吗 这样的时候 就是欺负一些 我们香港的观众生于和平 所以对这些人没有什么意识 所以欺负人家 不知道头不知道路就没什么 看来我们要促请香港的旅游警示 对俄罗斯那边 要再提升一个级别才行 不过人做事一向万半拍 不过人做事一向万半拍 他们一向都没有这些意识 你做出事的时候 他就要说回头 现在再搞多一件事 可能才会提高级别 这样计算的 考虑提高级别才知道 然后业界又出来 你这样影响我们银食 不如又拖 这个就是沿途 本身也有CCTV4的报导 现在很明显一定知道 乌仔只会在那些暗处那里做些小动作 来搞俄罗斯 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都会想到 现在这样的势头火红火落 你还去俄罗斯 还去莫斯火红性美德堡 就算去也好 你也去一下 就像我之前去的那些黑河 或者是海森威那些 因为跟中国边境 因为 靠着中国的 那些你去 我觉得都可以的 因为始终 商隔七八千公里那么远 那些是安全 在战略上也不是 重点打击对象 也没有什么战略的用途 是的 如果你现在还搞这些俄罗斯团 是不是 还说一意孤行 要出发 听了都不听劝的 那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是不是就是鱼鸟政策 有它 是不是 拼一拼 反正没事的 想着这样就得过且过呢 他利用着香港人对这些战事 甚至这个情报渗透和突击这件事 没有什么意识 因为最近 就是这个礼拜 近这个礼拜 连续有五个百人突击 在巴基斯坦那里 也是医教的刺激组织 最近就有一个列车 就是当中有大量的中国工程师 就是巴基斯坦那里有个水坝项目 就是一带一路计划 和中国一起搞的 那些受美国养住的刺激分子 因为医教刺激分子就爆 因为要阻止 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建设 租殃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 但是其实这些突击事件和消息 一个星期内已经有五宗了 另一方面就是法国那里 连法国最近都是有医教刺激组织 来威吓那些学校 有很多间学校都接到这个客人突击的消息 连些学生要立刻疏散 就是在欧洲目前的情况 就是北约对俄罗斯 俄罗斯是有什么盟友 有中东盟友 因为他们产游国 那俄罗斯也都一直以来支持伊朗 支持序里亚 支持很多正常的医教分子的 那些不正常的医教分子 就是美国培植出来 来与这个阵营对着干 而法国也不可以让俄罗斯赢 如果赢了乌克兰 即是赢了整个北约 法国没有了非事 所以那里根本是很乱的 其实现在去旅行 我觉得最好留在东方 留在中国最安全 但是就不要因为安全 生于温室里面 就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 了月花香 只要你心存正念善念 那你去到哪里都是天堂 不要玩了 这些东西留在自己的家里面 就自我安慰而已 身心灵那些东西 现实不是这样的 但是就不要因为这些无知 单纯 而以身犯险 去了你不了解的地方 就单纯纯地去冒险 他很大的头 还说我们是帮俄罗斯 这样是谁就自己想 不过我相信 听完我们这一集朋友 都不会去的 老实说 除非他有种探险 即是很想探险的人 不会好说 那就没东西说了 好了 我们讲过这件事的时候 上面要讲完就是这个 为什么说有关系呢 就是沙利文失踪了 沙利文失踪 他就不是在外太空失踪 沙利文他只不过 现在有传说到 他就在乌克兰失踪了 沙利文今次这件事 是秘秘密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早前 在一个星期前 沙利文 原来偷偷地去了乌克兰 这个也是他们很流行的 因为之前好像你说 约翰逊或者是拜登 这些访问乌克兰的时间 都是突然之间 就在媒体那里出现 他去的时候 不会告诉你 都是用这种手法的 那今次 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 这个呢 新晋红人 我们叫做 也都叫做 拜登的亲生契仔 真的 这是他的契仔 很多重要的东西 其实都是由沙利文 亲自背飞做的 这样的时间 有人就说 为什么沙利文 会去乌克兰 会不会和 莫斯科的客人襲击 有关系呢 为什么这些时间 那么吻合呢 喂 而最近 美国刚刚才投了 这个 联合国 一切都来得很巧合 这样的 就说到 沙利文呢 刚好 去到 这个乌克兰的时候 其实 正正就是 一几十架 无人机一起去 进攻 这个乌中那边的 水电设施 的日子 是的 他是遇上了 当日俄罗斯 的一个 强大空杂的 是 也都 证据显示了 导致 基库那边 有大量的停电 停水 因为就是这个突击 这个 沙利文最后一次 在白宫露面 现在的人不断 拿出来 就是他最后一次 在3月18日的露面 和白宫发言的片段 和相片 那就是消息 只是看到文字的消息 就说 沙利文和这个 以色列那边的 国防防长 就在白宫会面 来研究一下 世界局势 和最近发生的事 跟进最近发生的事 就是26日 但是这个 只不过是 这个 这个只不过是 文字的记录 到现在呢 是没有沙利文的 最新的片段 我们这样说 沙利文 就有传说到 20日的时候 就在乌克兰 刚好就遇上了 俄罗斯方面 对基库的大空袭 那现在消息就传到 就是说 沙利文 刚好住的那间酒店 或者宾馆 就受到波及 那就是这个新闻的内容 还有呢 我们可以看回 黎晶大宾馆 是 乌克兰的那些宾馆 就 入到 没什么漂亮的酒店 当然了 他们多数都是住那些 一两星的宾馆 都没有升的 那些星是自己作上去的 最后一次在沙利文的社交平台 即是社交平台X那里 即以前的Twitter 里面可以看到 沙利文最后一次有 图片显示的路面 就在3月1号 那里出现的 是的 你现在转到下去了 就是这个了 这个是最后一次出现的了 真的有照片 在社交平台 是的 在社交平台 是 那 我们再转上去 转上去 转上去 看到吗 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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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最后一篇 是 这一篇 就是26号 最近的 关于这个 以色列方面 他来到要去 在美国建议以色列的防长 但是呢 刚才的这些报道 他也有为巴尔的摩那件事说话 但是 这些东西 我们回到下面看 全部只有字 没有他的样子 再转上去 看到吗 没有的 这个是3月1号 再转上去 这篇 以往他很喜欢摆上的 你不停转上去 以往你看 他很喜欢摆上的 看到王毅又摆上的 看到谁都摆上的 为什么你今次 是 难道我认识 中国额掌又要告诉你 是 但是他真的要告诉你 是 是 以往他很喜欢摆上自己的照片 尤其是和王毅的照片 好了 那我们先看到这里 所以 也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 沙利文去那儿 为什么由3月1号开始 咦 不见了影 大哥 两个礼拜有多了 三个礼拜 都不见人 这样的 我也查到他最后一次 在媒体上出现 就是去基辅之前 十八六在白宫说话 现在被人传了他消失了这么久 又不更新 到底情况如何 到底是哪一只消失呢 他是普利哥任的消失 还是查理斯三世的消失 还是Kate王菲的消失 每个消失都有不同的原因 或者有一个 还有一个版本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他被战火波及了 是 那个版本 若然他是被俄罗斯 无人机和导弹搞定了的话 看来 在当今世上 现在这一刻 最开心的 不是我们中国 不是我们的新潮民 是布林肯 还有这样的 有人说 沙利文这一次 秘秘密密去乌克兰 在20号进入到乌克兰的时间 他又没有将行程说出来 很大机会 就是指挥莫斯科音乐厅那件事 所以要派沙利文来指挥 是啊 大家可能觉得沙利文这个名字 白宫安全顾问 就是美国安全事务 他是白宫里面的高级顾问 告诉大家 他平时做的就是 跟情报工作很紧密联系 他无论明面任务和暗面任务 都负责一些武斗式的 就是刺激一点的任务的 布林肯就是 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外相 那样 他是叫国务卿 布林肯做的 我们叫Diplomatic solution 就是用外交的方法 来处理国际事务的 沙利文就经常和情报 John Bowden 就是布林肯那些情报刺激分子 就是搞一些埃尔斯通 夹孟晚舟这些 这类型的行动 就是经沙利文的 沙利文现在这样的形容 我们做一个贴切一点的 就等于明朝东厂的时候 现在公公亲自落场 下去指挥 通常那些武俠片 公公都懂武功 当然他就不懂 但是性质就类似是这样 他也很懂的 很厉害 布林肯就像周星馳那部电影 里面那个去到公堂听审的 李公公 他呢 那个是不懂武功的 是啊 这个也是李公公 不过是懂武功的 这个是流 不过是明朝公公 这个是一个清朝公公 是啊 是的 差不多 就是这样 所以暂时来说 所以我们也要强调 消息有待证实 这个是 那个当年袁崇焕对东厂的公公 叫什么流什么 你忘记了 武功高强 流什么 哈哈哈哈 你说 不是我记错了 好像是 是吗 好像是吗 那当是先 没有 是啊 反正他也是跟在太后身边 只是做熊人 是啊 哈哈 不过那个被人上识这个没有 是吗 我们现在先说巴尔的摩 还是先说南海 巴尔的摩 先说巴尔的摩 南海那里可能明天再说给大家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那就先说巴尔的摩 这边先 昨天上文提会 就是说现在的船就摄在那条桥 桥 桥 那里 我昨天也为大家报道了 只要打开地图 一看的时候 有很多海京船 海军 直升机 就是在进行这个搜救行动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就是白人不知道做事是否 就特别容易半途而废 48小时都没够 24个小时都没够 就放弃了这个继续拯救行动 是的 就说不见了那六个人 那就当他们不幸 没错了 我们可以看看整件事 一些蛛丝马迹 不论香港媒体也好 外国媒体也好 其实都是用差不多的套路去报道这件事 香港媒体是出名抄外媒多 所以你会看到那些东西是一样的 现在他们整个口径是怎样玩呢 好像你现在看到这件事 说到有六个人就失了钟 总共只有八个人掉下水 然后有一个就够了 一个就香了 就有六个失了钟 现在媒体一致的口径就是说 这八个人都不是美国人 他们只不过是那些外劳 因为这几个人都是 刚好在这条桥上面 在维修的那些工人 那些人不是美国人 是外劳 这样说 但是你要知道 在这件事一发生的时候 那时候有十架车掉下水 二十个人失了钟 现在无端端的数字缩小了 还要只是公布到 没有美国人出事 那些只是外劳 外劳不是人吗 在他们的角度来说 不是人 在他们美国人心目中 是 所以 这是我第一个疑点 就是怀疑 他根本就是有心将这件事 来到去缩细化 淡化这件事 而所有的美国媒体都是一致的 对于这个说法 是一起吹风出去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说 他们其实是不是有一只无形之手 就是控制着他们呢 当然他就会说 我们中国就常控制媒体 什么都是政府控制 其实老美这些才叫高 玩完还独裁的理 都没人知道 是 是 透过这些事我们就可以来去理解 他还有一个疑点 他这条桥 他马里兰州的州长 韦斯摩尔 走出来认屎认屉 他说到他们 多得我们的官员 当时听到有些求救信号 是的 我们成功阻止了很多车 走上大桥那里 你成功阻止车走上大桥那里 照计应该都可以通知桥上面的工人 去疏散 那些不是美国人 没理由听不明白英文 所以这点就对了 第二点就是 在事发完了之后 这班人的口径全部都是一致的 包括这个州长 摩尔 市长 那个市长很年轻的 巴尔的摩那个市长 跟你这么大 是的 是吗 是的 可以说不可以 你几年 说我84年 现在快要40岁 是的 他是1984年的 接着 好了 他们全部人的口径 如何一致 都是 要说 所有人都是英雄 没有人想这些事发生 他们已经作出最大的力量 例如在藏桥之前 发了一些紧急求救的讯号 明天明天 很危险 他们这些市长力玩狂难 亦都很通力合作 阻止了桥上面的汽车 继续进入 等等等等 但你之前刚刚发生的事 不是这么说的 又说有10架车跌下海 那20个失踪的人 去了哪儿 真的没有美国人在 你看到吗 全部都是那些外脑 你信不信 是不是 而且他们在 讲那些记者会的时候 不断用一些 好像奥巴马式 我们叫做 那些演讲技巧 即不是讲一件事的原本 而是讲怎样振奋人心 是 怎样来到去 讲那些感情之间的东西 我们要守望相助 在这麽危急的时候 更加体现到我们美国人 是的 人性的一面 全记者会都是讲这些说话 亦都在说 这麽大的灾难来说 就是这麽大的船 什麽桥撞下去都会坏 根本就不关这条桥 是不是说 已经接近50年的历史 是无关的 他们不断 这个虽然是事实 这麽大架船 撞下去当然是烂烂 那条桥 但是 他们是整条套路 来到去玩 公关 公关技巧 是很高的 我觉得是 美国市场和公关 是他们立国的根本 不过在这里 就要讲一条人 给大家听 这条人 就是拜登 不是 是拜登 等一下再说 是 是 相当可笑的 为什麽这条人很可笑 就正如我们昨天说 我们一定要做个节目出来 去到先说 这架船究竟是来自哪里 是哪个公司在营运 船长是哪个都没有人说 只有我们说 上文提会 船就注册巴南马 但是是新加坡公司 是吗 注册就是悬挂新加坡国旗 也隶属于新加坡公司 是 船是韩国制造的 韩国制造 第一和第二就是印度人和乌克兰人 是的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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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这个是什么人呢 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前度的军方的一个将领 他就说 他立即第一时间跳出来了 硬硬屈了 真的不知道 这架是不是中国的船 以为打个问号就可以了 是的 接着有人回答他 有些人回答他 就说不是这架船是新加坡注册的 这样 接着他就会说 新加坡就是中国 是的 因为那件事很出名 他已经说明了 我不理船在哪里注册 这些不是重要的东西 在那里注册 不代表他一定在那里来 厉害 接着下一句 也有人跟他说 不是 真的想念新加坡国旗 新加坡是美国的盟国 和美国的关系很好 接着他就立即拗 就说 船只的旗次不代表什么 就是想弄屈 硬硬硬硬 硬硬硬 所以跟TikTok的情况一样 周秀之都说明自己爱新加坡人 但是 你是中国人的面孔 你和中国人有关 是的 接着有人串他 就说 这些美国的网民自己都串得 他们很认的 是的 下笔相 不喜欢被人弃弃 这些无知的说法 就有人 Tag了刚刚那个 Robert仔 Robert仔 是的 那个前度美军的将领 就说 有些人真的搞不清楚 什么是中国 什么是新加坡 接着再放回周秀之那条片 听证会 对 听证会 为什么他们一直要认为 中国和新加坡 真的这么难分 还是他们有些目的呢 西方世界 中国 根本亚洲这边的文化 他们全部炒一叠 东盟的文化 中国文化 日本文化 全部炒一叠 例如美国 亚洲人 他们全部觉得是同一类人 我要中国的装修 那他就帮你找东南亚的元素 日本元素 宗教元素 西藏元素 全部都在一起 是吧 就是我 我要说就是一个 我不知道说不说好 有个牌子 叫做Vivian Tam 是时装来的 他就帮一间在香港的酒店 设计了一间房 那间这个总装套房 就只有一间 但是我是不会住的 那间 因为我是不喜欢那些Vivian Tam 的中式设计 就是典型的 我理得Vivian Tam 是 本身它的人 是中国人也好 你强行将一些 搞不达白的中国元素 或者亚洲元素 都在一起 再用你西方人的思想 来放在一起 真是很不伦不虑 那也有人开始跳出来 怀念一下 这个巴尔的摩的大桥 事关其实很多影视作品里面 都有这个巴尔的摩大桥的身影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套美国的电视剧 这么像杜火线那里 阿欣子丹九桥那里 是丁九桥那里 是丁九桥那里 我们丁九桥 硬朗了很多 这条真的指责 丁九桥也被船撞过 是的 如何 那当时是有 就是说要调查结构是否危险 当然当然没有倒下 对吧 早两年好像吸水门大桥也被撞过 是的 也是 触碰了震动警示 好似这个作品那样 就很唏嘘的 因为据闻到 这一段对白 就是说他们 就是这两位人兄 撞到霉丹队 是的 就霉丹队 就用这条桥来比喻他们自己 这样的 就是说振奋 我们永远都不会死的 就好像这条桥那样 和我们的国家那样 这个地中海的阿叔就跟年轻人说 好像这条桥那样 经历了风风雨雨 风吹雨 但仍然压立不到 好像阿叔那样 压立不起而已 年轻人就跟他说 你压立不起而已 还拿着这条桥来做比喻 现在很应景 被人拿了出来 就说到 本身阿叔应该是想说些振奋人心的话 就说我们是不会死的 就好像这个国家那样 也都好像后面这条桥那样 撞他就倒了 是的 然后你看看 拉上一点 就好像我们 就要绝对永远的 这样说 但现在就倒了 哈哈 拍戏的时候 就想不到这些东西 我以为是爱情电影 有些女孩说 你知不知道这条桥有多少浪漫的爱情故事 都是这里的 你的人有些浪漫一点好不好 现实的人就说 那什么呢 我们的青马大桥比他更漂亮 还有他们口口声声说 风桥风桥 我们有条片都播了 是不是 是 之前 是 在临撞那一刻 没有那么多车经过 我们也看到 但是在撞前 十多秒 还有一堆车经过 短短发生两三分钟的事情 他们根本就应对不切 是的 无可能应对得切 那 我们做功课 就一定透切了 昨天我们就说 巴尔的摩大桥 就是四线行车 就是两边两边 就是割两条线 没有任何铁路 但是今天拜登告诉你不是 我记忆有的 拜登说 是的 拜登跟你说 巴尔的摩大桥 我经过很多次 无论坐车也好 坐火车也好 都经常在这些大桥行走 好像我这些亲民的总统 一定是经常和普罗大众一起 来享受美国的基建 是的 巴尔的摩大桥的失去 我就表示到很震惊 还有有一种心伤 这条桥 有我拜登不消的脚毛在上面 尤其是坐火车的时候最多 但是火车根本就不存在 在巴尔的摩大桥上面 所以拜登这件事 立刻被人笑 没有火车的 总统大人 总统大人 搭火车扮亲民 还要作自己 扮火车 谁知就打脸 整条桥 从来由七十年代开始 都是没有铁路的 情况就好像 我们香港某些人 要扮亲民 谁知呢 就去到这个地铁站 乘搭地铁 连巴达通都不适用的情况 有点像 这个人很熟口面 是的 不需要记得他的 我也快不记得了 过去了的东西 不过拜登现在还没过去 对吧 所以拜登就立刻被打脸 说给别人 你大哥 做一点点功课才好 其实跟刚才那个 退役的将领一样 人们都是串他 麻烦你做一下功课才说话 所以我们新潮民 最差人不做功课 哪怕是什么美国总统也好 或者退役的 那个美国前将领都好 他够高级了吧 他够高级 但是就是伺着自己 因为够高级 所以不用做功课 说什么都觉得是有人相信的 昨天新潮民的反应都OK的 我自己都觉得 都说了应该要说的东西 不过呢 还有些东西还没说完的 是什么呢 都是关于巴尔的窩的 现在这条桥又没有了 他的出行就有很大问题 尤其是巴尔的窩是黏住 华盛顿的城市 所以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叫做 华盛顿加巴尔的窩的大都会 将它两个合在一起 就是大湾区 和华盛顿 其中一个湾区 是的 加上人多了 但是我们就说漏了些东西 其实巴尔的窩 我昨天就说到 一说这个名字 我就想起那个巡洋舰 就是二战巴尔的窩 那个级别的重巡洋舰 我记得有一张照片 我忘记给大家看的 原来巴尔的窩 这个级别的巡洋舰 虽然在二战 其实跟这条桥一样很流行断开 看到没有这架船的船头是没有了的 你说那架巴尔的窩的母舰 都很能力的 谁知道原来是怎样的 这个巴尔的窩级别的 第五艘还是第六艘 叫做匹之宝号 在二战时间的时候 被台风吹断了头 台风吹断了 你看到像这张照片 没有了头 但是它竟然在水里走 现在缩小它 因为这些船隻来说 有一些风物的仓门 就在二战的时候 已经有这个水物仓 就是报到很满的水物仓 是的 原来呢 有时候这些东西 你真的不要不信 很邪 是的 有七成的人都是黑人 这个比率 不是这张图 这个比率来说 在美国主要的城市 都是比较少见的 只有大概三成是白人 其余还有几个百分比 就是阿裔的人 所以来说 不知道是否有原因 巴尔的摩的治安很差 它们有个数据 不知道是叫做自招 还是灰鞋 有一段报道 曾经这么说 在2011年 巴尔的摩 总共发生了196宗 196宗老谋事件 大家都以为很多 接着这篇报道 话锋一转就说 这个东西是值得庆祝的 因为 减少了 因为这个数字 即1896宗老谋 这个数字 是计算 1978年以来是最低的 所以是值得庆祝的 原来 在巴尔的摩平均计算 在每10万个人里面 就有50多个人被人老谋 即是说这个数字 你想想 每10万个人 有58个人都是被人老谋 来报道 这个数字也挺夸张 所以它的治安很差 还有一个灰鞋的数字 它说巴尔的摩尼达地方 是在美国4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里面 它的滥用非法开心药的比率 是排名第二 据到美国的这个 这个 審司 毒谷 我们叫做 毒谷 一些 据美国这个 的 林浙徐谷 来到报告显示到 这个城市巴尔的摩 很多 有10%的人 是吃那只 阿鹏 阿鹏 是的 没有做这些待遇 是的 就是那只 是的 整个城市有10%的人 是吃这些可乐 会很振奋 是的 你也想想 其实这个城市 就是我们典型所说到 刚才说 送一间房子给你在这里住 你也想想 住不住好的城市 这个是 当然 如果说到老谋率排名第一 就是 其实在他旁边的 就是这个姓路易斯 那里 那姓路易斯那里 比率是更高的 每10万个人里面 就有一百几十人 被人老谋去了 你想想 好像说得很闲 很闲 这些在美国 在美国 在美国 猪班问题 无论是这个客人突击 那些 或者是天灾人祸 都不够他们 其实平时民间 人与人之间互肥 或者乱吃药 吃到走 远远不够这些数字 所以难怪巴尔的摩 大家看看 他那个市长都是黑人 刚才说到很年轻的 1984年出生的市长 都是黑人 所以其实如果说到危险程度 那美国的这些市 其实比俄罗斯 或者乌克兰 基本上 我们之前也报道过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个市长 是的 我们之前也报道过 就是根据到去年的数据显示 俄乌战士离去的人 比起美国炮击事件离去的人 美国炮击事件是远性 远性 乌仔和俄老的冲突事件离去的人 是的 这个东西也没有人说 美国炮击的指数 而美国炮击的指数 也不是那些民间出事的最高指数 就是乱吃药 而导致离去的数字是更多的 远远多个炮击 平时起码都多两三倍 是的 所以你要想想就是 是的 乌仔那边很危险 但是可能住在美国更危险 所以我经常都跟那些朋友 我们那些旅行团朋友 有很多都美国回来的 我都经常跟他们说 其实你在美国怎么生存的 那就真的不要去那些区 是的 没错 他跟我说 去回华人多的地方 自己出没来来来去 都是那几个区 都是华人多的 那些不会有什么风险的 好的 贵价的区 所以千万不要去贪得意 你想去其他那些 不可以贪得意的 这里当中又有一个因由 因为那些黑人 或者那些美国很低端的犯罪人口 他们是因为去一个地方 远要搭多一两元车而却步 就是为了省一两元就不去 没错 那我们最后给大家一幅图 今天不够时间来说给大家 南海那边的片段很精彩 准备好了 明天 留下明天说 到最后我们要说一下 这个巴尔的摩斯 原来美国最近 中国被美国老乱说我们领土扩张 但现在美国真的领土扩张 给大家看一幅图 现在美国 以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 就是美国来到最新公布到 他自己扩张的领土范围 那个扩张领土范围 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他在陆地上当然不会再伸延 但是他现在在玩的战术就是 海拳 对了海拳 就是将那些 我们叫做大陆架 这些叫做 在海底下的大陆架 来伸延出去 尤其是什么方向 北极的方向 接着俄罗斯白领海 上面这里 阿拉斯加对出 对了阿拉斯加对出这里 来将它扩张出去 现在我们看到 有颜色的地方 看到吗 有颜色的地方 红红色的 就是新扩出去的地方 最大的就是 在阿拉斯加对上的北极方向 也是朝着俄罗斯的方向 对了 你看到俄罗斯在对面 也有一颗领域 是我现在指着这里 已经伸到俄罗斯那边 对了 如果你说在下面的方向来计 就是加纳比海的方向 也有 也有 就是美国的东岸的方向 太平洋的方向 太平洋是少一点的 但是说的 只是靠近美国海岸的太平洋方向 如果你说是去到这个马里纳群岛那边 就是近我们关岛那边 他也都将这个海拳的伸展 是伸延了出去的 老美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做完都没有人报 只有我们报 做完的了 他去索请自己那个 抗张的领土 完了 哪个报 有没有人说去领土抗张 有没有人出来说 都没有了 根本就 反观中国在南海的行动 没有行动都报到你有行动 是自己领海 是的 究竟哪个才是真正在 蚕食这个世界 是不是 你看一下 如果你缩小的地图 去那些范围 你看多大 先 缩小的图 再对比起原本美国的面积 有阴影位置 那些 虽然他 他说这些 不是真正的领土 这样说 但是这个范围很大 你可以看到一旦可以抗那么多 就去阿拉斯加楼 近 北极的位置 所抗到的那个 位置 都整个阿拉斯加这么大 他平时没有人去 平时也不多人去 那我就霸得就霸了 好像那个人霸恶那样 这就是那些 主权的 那些索取 起码他有权利 来到 优先应用 这些海洋 一个索尝的权利 在军事层面 做了很多事情 虽然是海和海藏上面 可以做很多设备建设 监厅那些做了很多事情 那我们就 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来到这里 那未来就会有 我们的 东北之旅的 那个影片 就是我们去完东北之旅就 剪了一些影片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没去过看完都当去了 对吧 那我们就会来播放的 另外我这边又呼吁 你先 没有了 另外就是很多网友 就一买 这个葡萄酒的时候 马上即日或者在第二天 就收到这个葡萄酒 那是因为一开始 那些订单不是很多 所以大家就可以收到 但是其实平时呢 起码都要等几天 就是一个工作日的五天 才收到的 所以如果买了酒的朋友 可能两天还没收到 是正常的 那我在大家发信息给我的说明里面 也有说了是等这个五个工作天 那再一次提醒大家 不知道的朋友 如果刚刚看这集的话 新潮民有幸呢 推广这个 顶级的灵下葡萄酒 这个西甲的葡萄酒 那我们为大家现在放手 三支葡萄酒呢 都是法国总统马卡龙 去年来中国进行外访的时候呢 我们中国用来招呼 总统马卡龙的 而这三支葡萄酒 亦都在去年2023年的多项国际 无论是在法国啊 无论是在德国啊 那边的品酒 的品酒赛事里面呢 我们中国都是掃了很多 他们的金奖 是这个冠军级的酒来的 那分别就有 法国总统马卡龙试过的 红葡萄酒 白葡萄酒 和作为国礼 我们送给马卡龙 拿回去很好收藏的 藤上藤 国礼级的葡萄酒 那有需要的话 就打这个电话 6031633 不是 再说多次 是要文字 不是打 6031633 文字你都联络 和文字你都进行这个 入数 的 入数的证明 那我们才可以 完成整个 订货 和送货的事宜 那很多朋友 喝得很开心 4月9号呢 我们的晚宴 不止试这三个酒 还试另外两个 这个西甲的葡萄佳羊 那期待起来 现在只可以和大家继续把酒言欢 还说漏了一件事 就是说到这个足机了 我们可以说了 现在就是由到 一个乌克兰的船长 来到 在这个美国领航员 他们有些领航员带路 就是大型船 要出港的时候 会有领航员带航 那 就由美国领航员 带着这个乌克兰籍的船长 来到 撞沉他们自己 美国的大桥 其实有没有这次 现在就是说的 就是由美国整件事 在背后操控这个乌克兰 到最后 就像这条大桥那样 最终都会被他们自己 撞倒自己 烧自己 就好像美国炮制 这世界的病情 这些皇冠肺病 一样 最后飘回到美国 殃自己 是的 还有最后说一句 就是 就是若然沙利文真的这么幸运 领航了 而英年早去的话 那我们就决定了 一于 开香槟 除了开香槟之外 当然要多买点酒 来到庆祝 是 还会去美国大使馆那里 送一块花牌给沙利文 就写着好气长存 是的 那个戏是戏剧的戏 是的 对 星爺说 要是死又如故 要是死不忠释 事难解 到时再想 总之 今次到我们 安全顾问 做了一些危险的事 是的 表示慰问 这个当然是反向的玩法 做一块好气长存 好 好 红色花牌 是的 要的 他们也不懂 不用红色花牌 是的 就一于这样说 做个红灯笼 在门口高高挂 没有华丝 这班中国香港人 为什么这么开心 这班中国香港人 我们找两位孝子言孙 到时我们再招募两位勇士 招募两位老外勇士 孝子 对 扮孝子 好惨 然后拿着张沙利文的车头上 对 过去我们就吃花生 斜路慢慢走上去 喂 现在我们表达心意也不允许吗 是的 不是 接着就说 这些是表达心意 不过后面那班就不知道 就是拍着我们 那时候 英女王过世 很多人走到英国领事馆 扎王人 是的 一样 是的 就一于这样说 是的 希望我们开口中 好了 明天10点同一时间再见 现在去片 哇 这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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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 八千米 的 四单跟一 纳柱转机 是什么意思 跌到八千米这么深 八千米 你想想 这个 这个 珠木 朗瓦峰 全世界最高的高峰 都是八千八百米 这个米 可以转到八千米这么深 大家可想而知 它的 暗淡深度 有这么厉害 这个东西很厉害 红色就是油床两个位置 盆地 就是盆地 盆地 就是盆地 就像我们现在说 前面 螢光幕 看到东北位置 东北大平原 他计算盆地 中间 中间 红色 刚才看到的 就是 这个 松寮 平原 的 油床 位置 就是大庆 就是这个 红色 油气位置 有的位置 五千万吨 尿产 二十七年连续 全国的油气 分布位 刚才那个 中寮大地 亢探望 当时 1956年的时候 最初当的亢探望 就是这样的 全部都是很原始的 不一定 油井的位置 开大会 本身还有些 QR曲 可以掃一掃 来听他开什么会 讲什么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听了 中国地质疼 是 是 唐主席 唐中 我们见到 当阵子 这个 1953年 12月 唐主席 就向唐主席 当时的 第七步步 就叫 尾死光 来 去了解 我们中国石油 资源前景 我眼 得到的 一个 反映 就是 我们也有希望的 就是 在1953年 的时候 这位 李神 李四光 就在 营油工业部 的石油 管理总局 作出报告 来 一次个放晒 针对于 话不平 和这个 松明明 就是 石油火仔的工作 所以才有 我们今天的 就是 大型油田 这里 显示 我们认知 地球 如果不停转入 的话 有多深 你看到 这是我们的地表 然后 红色这一层 就是最外围 再转入 2900公里 截至 这里 叫做 夏地晚 就这么深 而且地球的外壳 就是 2270公里 那么多 再来 内壳 还有一千 216公里 加上 这里 有超过 六千公里 这里 一次千九 二千年 这里有六千多公里 你这样转入 才能转入 地球内部 六千多公里 不怪有空气 真是地深淡的 我们现在认知 刚才我们说 那支很厉害的转油者 转到地下 八千米深 但如果 相比地球的核心 六千多公里的长度来说 真是小无热带 但我们也不会转进去 因为 其实 在地球的内壳 是充满着很多危险性 其实你不要说去到外壳 就算 去到这个 一千公里 的入面 都已经有很多 融入的壳 有很多 解构不到的东西 你转到它这么深 非常之危险 所以我们是 不会这样做 这里有很多不同 类型的石头 有些我们都会 有时听过 这些鱼类石 绿色那块 我知道 这个 一边上见 绿松石 用来做饰物 紫色的水晶 这个 看见吗 一个完整的圆梅 就是这样的 后面那个就是我们之前经过的五大廉池的火山熔岩的石头 当时被積雪封住 现在看清楚些 大厨主席 2009年 亲自提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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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猫啊 多些 你要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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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摔摔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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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慢慢来 先撥走 好 好 你看 你看 这个 实 好 还要 硬 哎呀 軟了 不够 不够 硬实了 哇 诶 转手 这个 成型地 讓他站上去 走吧 走吧 一會下層接著玩 你現在去哪裡吃飯給師父 大家給個Like 好嗎 好 現在來到這個館 是一個新的館 這位是大慶油田的發現人 就是這位 在這麼多個銅章中 走到最前那位 他的名字叫做黃俊興 黃俊興前進一樽 就是他發現大慶石油 這樣的時間我們來到這個黃俊興紀念館 就來看看當時發現大慶油田的時候 那個情況是怎樣 而大慶這個名字 以前不是叫大慶的 大慶的意思是 因為發現石油之後 為了要去到好好慶祝這件事 大大慶祝 而因此叫做大慶 大大慶祝的意思 以前不是叫大慶的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看 有什麼發掘 有什麼發掘 很想看 大慶原本不是叫大慶 其實就是叫這個名字 叫安達縣 以前大慶未發現石油的時候 只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縣仔 繩仔 繩仔都不是縣 很普通的縣 後到尾就發現了很多在大慶時的井 包括這個 井七 七十二井 這些 而大井方面就有 松基一井 就是這裏 松基三井 就是高台磁屯 王府鎮就發現二井 哈爾濱市鎮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這裏 其實距離不是很平均 這裏大概就是大慶的 秘利惠寺堡 這裏是內蒙府 大慶安嶺 這裏是封面 那這樣發現石油的這個人 剛才看到一個銅像 這裏是人兄 王俊起 這個人的時跡很特別 幾歲出來養家 十多歲 十一二歲 就跟那些草蠻惡霸 去 申訴 還要給他申訴 贏了 十三四歲 就做那些 大人做的苦力 這個人已經很厲害 性格很崛強 亦都 好像他所說 我們國家一定要有石油 可以輸給 歐美世界 就像這句說話 如果沒有油的話 坦克大炮 橫不如打狗棒 打狗棒拿著橫可以打狗 但坦克大炮沒有油 就等於廢鐵 動不了 其實這句說話也對 當時的報道 看不看得到 1958年 6月26日 當時有一個 很重要的新聞就是 鬆寮平原有石油 這些畫都可以發映到 以前那個年代的 精神研瓦 王俊起 帶著一群工人 就來畫井 真的用人手來畫 這個是1960年3月25日 王俊起率領這個隊伍 抵達大慶 會合 準備做事 人拉 天堂 立轉機 嘩 很低 那時的轉油機 你看那個情況是怎樣 就正如這句說話說的 人拉堅托 這個立轉機 機器都是用人手抬 石油工人一聲敲 地球也要斗三斗 我們一發現 世界就有人 受不住 世界就有人受不住了 世界就有人受不住了 在這個人家 說實力 這就是 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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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神 神